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4月12号的百革大事迹 首先来关注引起热议的反跳槽法案 今天 雪州王室办公室在社媒上载的一幅画作 迅速引起大量网民的共鸣 雪州王室办公室透露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一看到这幅画就被吸引并且一决买下 悬挂在殿下的私人书房 殿下也应判这幅画作日后可以被拍卖 以做慈善的用途 但贴文中没有透露画家是谁 而对于这则贴文 大多数网民甚至还有著名脱口秀艺人 哈利夫伊斯干达都留言无王万岁 也有网民打趣说这幅画非常有内涵 是赤裸裸的讽刺 此外 行动党副主席尼克敏就直言 这幅画向所有马来西亚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永远不要在选举中投票给猴子青蛙或者是腐败的人 他表示 大马值得拥有一个正直权威和以民为主的领袖 前首相纳吉和公正党主席安华就沙巴能源公司课题的辩论 究竟什么时候举行呢 负责协调这场辩论的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向当今大马指出 安华想要早点举行 但是纳吉团队却想要在开斋节之后才辩论 所以双方在辩论日期还没有达成共识 无论如何 法米表示 双方将在明天开会就媒体伙伴 场地时间主持人和辩论形式等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接着来换个焦点 马力邮报报道 马六甲房屋地方政府及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 赛迪阿丹行政议员昨天表示 甲州将执行禁止孩童去摘戒月和开摘戒事级的决定 以防感染冠病 霹雳州大臣沙拉尼今天表示 霹雳不会跟随马六甲的步伐 但他劝告父母尽量不要带孩子前往市集 因为染疫风险依然高 而且冠病重组毒株X1的传播速度快 孩童容易染疫 沙拉尼也说 即便迈入地方性流行病阶段 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做所有的事情 依然受制于国安会的SOP 接着来看行动党主席林冠英的一项建议 他就建议 政府应该将3月31日结束的 暂缓还贷和免息计划再延长6个月 以便人民可以应对今年下滑的经济成长预估 他指出 虽然大马从4月1日重开国境 但是俄乌战争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影响 减落了我国的经济成长预估 另外经济增长放缓 意味着收入减少 降低个人和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 林冠英也说 赞往还贷未近800亿令吉的产值纾困 使800万个人和企业受益 那么至于所涉及的成本 林冠英说鉴于银行领域从2019年至2021年 分别取得285亿至415亿令吉的税前利润 因此他认为银行有能力承担相关的成本 最后来看 上个月首相伊斯麦莎比利官访阿联酋 但行程上却出现多项协调披露 外交部更在昨天证实 两名外交官因而被调回国 对此巫统副主席卡利诺丁就认为 把一切都归咎于外交官是非常不专业的 外交部长应该要承担一切的责任 虽然卡利诺丁没有提及外长赛富丁的名字 但是他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外交部缺乏具体计划 这凸显了领导外交部的人 表现不符合我国在全球上的经验立场和利益 塔利诺丁也直言 首相这次的待遇令人非常遗憾 大马外交部有必要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记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